5G技术网络的出现给用户带来莫大便利 中国上海繁忙的虹桥火车站 昨天就进行5G网络建设启动仪式 计划在今年内完成该火车站的5G网络覆盖 到时候旅客除了可以享受高速网络服务 还能够感受火车站服务智慧化的体验 马上带您去瞧瞧 堪称全球最繁忙火车站之一的上海虹桥火车站 是大陆重要交通枢纽 每年载送旅客超过6000万人次 随着5G时代到来 该火车站昨天宣布启动5G网络建设 希望满足和应付超高人流密度所产生的电话 上网和移动支付等等网络需求问题 4G会改变人生命 5G会改变社会 上海虹桥火车站把5G的技术应用在安检系统 推动火车站服务智慧化控制人流 甚至投放机器人 让民众体验高科技好素质的公交体验 上海虹桥火车站一旦正式投入5G网络建设 将会晋升成为全球首个5G火车站 到时候网速峰值可达到每秒1.2GB 而下载一部两个极字节的电影 最快只需不到20秒 今年9月份之前 实现整个火车站的一个5G的深度覆盖 那么首先是满足 到进出上海火车站的旅客的一些 大连接高带宽的一些应用需求 那么接下来可能是能够满足 就是说为整个火车站的管理 以及提升它的这种一些体验 那当然5G火车站也只不过是 5G应用场景的冰山一角 在业内专家看来 5G很快地将会开启移动互联网的新阶段 更形容4G把互联网业务转型 5G则是改变世界的隐情 NTV7综合报道